跑回圈之前 我們可以把滑鼠游標 改變那改變的方方式就是說 全部匯入這個地方 在這邊 就是 打上一個什麼 其實不用死記了你就打上一個密 密密的話指的是表單的意思 我們現在表單點 點的話就是他有個叫mouse point mouse point滑鼠的游標 你就不用你就記一個mouse mouse會出現mouse point 其實不用死記了就是用理解的 不然說真的太多要記了 mouse point 按一個空白鍵 等號之後的話後面就有 就是什麼要把它變成漏斗 漏斗是哪一個呢 其實就這一個 叫做Hourglass 他叫Hourglass 我不知道為什麼他叫Hourglass 反正就是 就是就是那個那個那個叫Hourglass就對了 你就把它記下來 也就是說他會先Hourglass 等到全部跑完之後的話呢 再把它變成什麼呢 再把它變成原來的樣子 那原來的樣子是什麼呢 其實就是 Fourness後面這邊的話 等於什麼呢 其實就選那個什麼 應該是選哪一個比較對呢 其實這個 就是 改回什麼 Default Default的話就預設值 預設 如果游標是箭頭就是箭頭 OK 所以基本上呢 我們如果要讓他忙碌狀態 那就是什麼 加上一個什麼呢 Me 點 點下去 Mouse point Pointer 等於Hourglass 這個其方 其實不用實際啦 如果你忘記也沒關係啦 反正將來 有 畫面 就 回想一下就知道了 所以基本上 我們之前寫的畫面 都很重要 因為你都可以把它拼一拼湊一湊 就是另外 一個系統的一個部分程式 所以比如說這一題好了 假設我希望把 寫出去的東西再查回來的話 那也可以用前面 或是可能入門那個課程裡面 有那個地址查詢的部分 而且還可以下條件 對不對 你還可以查你要查的東西 OK 那最後的話呢 把它改為 那最後清除資料 那要怎麼樣清除資料 其實它有幾個方法 你想說 老師我知道清楚資料 其實呢 就可以 因為它有一個四串表 所以我把裡面的資料全部 等於空置串 可不可以 全部等於空置 你想說全部都等於空置串 就是 這個把它copy一下 那你要怎麼樣全部把它 改為空置 其實有個方法 第一個 列號 第二個是什麼呢 藍 for trade 等於 等於